故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小豌豆从梦中醒来 发现豌豆妈妈不见了 顿时很伤心 来回寻找豌豆妈妈都未见踪影 这时小豌豆来到了 智慧树爷爷这里 智慧树爷爷对小豌豆说道 孩子 我也不能立刻帮你找到豌豆妈妈 但是我知道一个线索 你可以通过时空隧道 去冒险模式找你的寒冰表姐 了解一下情况 小豌豆哭着说道 谢谢你智慧树爷爷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豌豆妈妈了 智慧树爷爷说道 好的 小豌豆路上注意安全哦 转身小豌豆就进入了时空隧道 来到了寒冰表姐所在的地方 刚没走几步 就遇到了一个僵尸 小豌豆说道 我这是运气有多好 面对僵尸的步步逼近 小豌豆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还是不敌僵尸 就在生死一线的时候 寒冰表姐出现了 发射的寒冰豌豆 使得僵尸行走速度缓慢 才得以化解危机 寒冰表姐问道 小豌豆你怎么来了 小豌豆悲伤地说道 寒冰表姐 我是来找豌豆妈妈的 你知不知道豌豆妈妈在哪 寒冰表姐说道 小豌豆别伤心 表姐虽然不知道 但是 咱们可以去找二叔三线射手 就这样两人匆忙地上路了 经过一顿舟车劳顿 两人终于来到了 二叔三线射手所在的地方 但是 此时此刻天已经黑了 寒冰表姐说道 小豌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去找二叔三线射手 小豌豆回答道 好的 寒冰表姐 就这样两人进入了梦乡 打呼噜的声音别提有多响 身在十万八千里的僵尸都能听到 从墓碑中钻了出来 说道 这谁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此时此刻 旷宫僵尸正在来回寻找 打呼噜的罪魁祸首 另一边的小豌豆和寒冰表姐 却还在睡梦中 殊不知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旷宫僵尸嘀咕道 如果让我找到 这个打呼噜的家伙 看我不把你给吃了 边说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就这样 旷宫僵尸来回地寻找了半天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发现了远方的小豌豆 迅速地跑了过去 正要准备吃掉小豌豆的时候 另一边的二叔三线射手 大碗上的拉肚子 正准备去找茅厕 碰巧看到了这一切 迅速地跑了过去 大声地呐喊道 小豌豆 寒冰侄女你们快醒醒 僵尸来了 有僵尸 两人隐约地听到 二叔三线射手的呐喊声 瞬间醒了过来 眼睛一看发现了 正要偷袭的矿工僵尸 二话没说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另一边的二叔三线射手 也跑过来帮忙 就这样三人疯狂地输出 眼看矿工僵尸就快不行了 临死之前的矿工僵尸说了一句话 我的天哪 我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话刚刚说完 就倒下了 小豌豆回过神想想 刚刚真的好危险 要不是二叔三线射手 及时地把我们叫醒 我们就到僵尸的肚子里了 此时此刻二叔三线射手说道 小豌豆 寒冰侄女 以后千万别露宿街头了 夜晚经常有僵尸来回游荡 小豌豆和寒冰表姐回答道 二叔我们记住了 二叔三线射手又问道 你们怎么突然跑到我这里来了 小豌豆忍不住又哭着说道 二叔 豌豆妈妈不见了 寒冰表姐是陪我一起来找二叔你 打听豌豆妈妈的下落 在一旁的寒冰表姐说道 是啊 二叔 二叔三线射手说道 小豌豆别上线 我知道豌豆妈妈的下落 前几天你大拨机枪射手过生日 豌豆妈妈也去了 怎么豌豆妈妈没跟我说 此时此刻二叔又说道 傻孩子 可能豌豆妈妈走得比较匆忙 没来得及跟你说 小豌豆说道 好吧 谢谢你二叔 一旁的寒冰表姐说道 二叔 你能带我们去找大伯机枪射手吗 二叔三线射手说道 等天亮了 二叔就带你们上路 就这样三人又睡着了 其实这一切 都是二叔三线射手为了隐瞒真相 怕小豌豆伤心才编造出来的 豌豆妈妈 其实是被僵尸博士给抓走了 目前整个豌豆家族 都在谈论如何营救豌豆妈妈 没过多久 天就亮了 三人不慌不忙地上路了 由于大伯机枪射手的家比较远 三人在时空隧道中来来回回地 穿梭了好长时间 终于来到了 大伯机枪射手所在的泳池 孩子们我们到了 跟着二叔不要乱跑哦 这里经常有恐怖的毒豹僵尸出没 小豌豆与寒冰表姐 一口同声地回答道 我们知道了 二叔 此时此刻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小豌豆放眼望去 原来是大伯机枪射手 与表哥猎夹射手 正在与僵尸击战 双方打得火热朝天 一盏茶的功夫 对面的僵尸 都被大伯机枪射手 与表哥猎夹射手 消灭掉了 二叔三线射手 朝对面那喊道 老哥哥我们来了 机枪射手回应道 老弟三线射手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三线射手回答道 就刚刚来的 顿时泳池上方出现了荷叶桥 机枪射手 与猎夹射手走了过去 大伯机枪射手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到我家里去说 三人同事回答道 好的 转眼间众人来到了 大伯机枪射手的住所 双方唧唧唧唧地聊了好长时间 最后大伯对小豌豆说道 以我们家族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打败江王博士 所以大伯要送你去 玉米大仙那里学习法术 提升你的实力 等你学生归来 我们就去救你妈妈 明白了 大伯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法术 尽快提升自己的能力 早日把豌豆妈妈救出来 就这样小豌豆跟着大伯机枪射手 来到了玉米大仙的供典 拜师学习 大伯对玉米大仙说道 小豌豆就有劳大仙教导了 玉米大仙对机枪射手说道 你就放心去吧 我会好好帮你培养小豌豆成才的 这孩子天赋一禀 等他学有所成 我就会让他下山救母 就这样 机枪射手转身就走了 小豌豆热情地说道 师父 师父 大仙对小豌豆说道 接下来 维师会对你进行魔鬼式训练 并传授你武林绝学 小豌豆感恩地说道 谢谢师父教导弟子 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师父对徒儿的一片苦心 维师给你介绍一下 你的师兄师姐们 好的 师父 长着猫耳的是你的大师姐 擅长范围性攻击 脸上长满青春痘的是你的二师兄 能一屁股坐扁僵尸 红面獠牙的是你的三师兄 能表演生吞僵尸 拿着破扇的是你的四师兄 喜欢收集破铜烂铁 小豌豆说道 师兄师姐们好 以后还请你们多多指教 师兄师姐们回答道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随时来请教我们 这时候师父说道 跟着维师走 就这样小豌豆跟着师父 来到了乱葬岗打僵尸 小豌豆看着师父如何打僵尸 好好学着 维师这就传授你如来神掌 只见师父向上仰望 嘴里吐出了一个手掌形状的东西 直接朝僵尸飞了过去 一声巨响 僵尸们瞬间化为了灰烬 小豌豆呼喊道 师父 这招好厉害 这就是维师教你的如来神掌 威力巨大 放屁如打雷 需要先吸气再放屁 小豌豆你也来试一试 好的 师父 我来试一试 开始吧 小豌豆 这时小豌豆吸了一口凉气 放了一个屁 满脸发绿 口中吐出了一个大玉米 瞬间就把对面的小僵尸杀掉了 一旁的师父直呼道 小豌豆你真是个天才 这么快就学会了师父的如来神掌 师父怎么我的如来神掌 和你的如来神掌不一样 这是因为种族的原因 就这样 小豌豆日复一日地修炼 天天打僵尸 终于学有所成了 一待就是五个年头 小豌豆你可以下山了 早点去把你妈妈救出来 谢谢师父这几年的教导 徒儿就与师父拜别了 小豌豆磕了三个响头 就下山去了 来到了大伯家里 一行人就这样赶去救豌豆妈妈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把江王博士给打败了 救出了豌豆妈妈 小豌豆与豌豆妈妈相拥而抱 小豌豆哭地掉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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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的孩子 妈妈终于看到你了 让你受苦了